女人双手被村民捆绑 一脸绝望 她的下半身埋进泥土里 似乎背负了莫大的罪名 无法原谅 自己亲生父亲竟然拿起尖锐的石头 狠狠砸向她 第一次跑偏了 紧接着又砸第二次 还是偏了 旁边的美女站出来哭诉 这是神的旨意 女人是无辜的 丈夫却不以为然 急忙接过父亲手里的石头 一发击中妻子的额头 顿时鲜血直流 仿佛眼前的人不是她的妻子 而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接着她将石头递给儿子 两个儿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狠心地砸向母亲 看到这一幕 后面的村民顿时欢呼雀怨 纷纷将手里的石子抛向女人 一时间时如雨下 仿佛大家都忘了 女人曾经也是他们的朋友邻居 听着凄厉的惨叫 旁边的妇女忍不住戳气 没过多久 女人便血肉模糊 丈夫上前查看状况 但并不是关心妻子安危 而是确定妻子是否断气 看到妻子眼角的微动后 她高呼村民继续砸死她 面对一轮轮的攻击 女人最终停止了呼吸 她到底犯了什么错 遭受如此酷刑 索拉雅本是贤良的妻子 和阿里结婚二十年 膝下欲有两儿两女 她本无过错 只因阿里爱上了死刑犯 14岁女儿 为了娶到女孩 阿里与女孩父亲约定 阿里帮助她免于死刑 就将女儿嫁给她 按照伊朗当时的制度 男人可以妻妾成群 但是阿里爱于无力养两个妻子 决定和索拉雅离婚 索拉雅甚至一旦离婚 将失去所有生活来源 阿里也会抛弃两个女儿 她不愿意看到女儿居无定所 何况她根本无力养活女儿 拒绝了阿里的要求 但阿里没有就此作罢 经常对她家暴以示威胁 甚至教唆儿子 对她拍桌子瞪眼 姑妈看着满身伤痕的她 建议她同意离婚 为了解决生计 介绍到一个维修店做杂工 收入虽然微薄 但索拉雅坚信只要自己肯努力 攒足够的钱就能离开阿里 可惜偏不随人愿 男人为了逼迫妻子离婚 竟然污蔑她和别人油染 将她拖到大街拳脚乡下 一边打一边指责妻子不守护道 围观的群众一脸漠视 没有人上前制止 甚至未明因果的情况下 一脸默认是女人不检点 直至女人的姑妈出现 才强势地将女人 从丈夫的独手中救下 可事实真是妻子被判吗 阿里为了娶小妾 逼迫索拉雅离婚 但索拉雅目前无法养活女人 可以探目前的赚钱速度 阿里显然已经等不及 急切地想要摆脱婚姻关系 她找到神父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金钱的操作下 两人一拍即合 准备给索拉雅按上通奸的罪名 在伊朗男人只需要一张嘴 就可以告发女人通奸 但女人却需要充足的证据 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姑妈预感不妙 劝索拉雅辞掉工作 但索拉雅认为深正不怕饮子鞋 阿里即便在混蛋 还不至于如此待她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为了坐实她的罪名 阿里找到修车店老板 让她承认和索拉雅有染 朴实的老板自然拒绝了她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阿里用老板的傻儿子作为威胁 重重逼迫下 老板无奈地选择答应 此时的索拉雅全然不知 还在勤恳地卖力工作 一心只想着赶紧攒钱 当所有勾当完成后 阿里当着村长的面告发索拉雅 索拉雅一脸茫然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宁死不屈 阿里叫来修车老板对质 在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下 索拉雅百口莫变 随后村长集结村里的男人 商讨对索拉雅如何处罚 姑妈将一切尽收眼底 趁着大火还在商讨 准备带着索拉雅逃离吃人的地方 没想到去路已经被男人们团团围主 没逃多远就被押回 索拉雅深知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命运 女人从恶狼口中抢下紧剩的人物 拿到河边清洗干净 凝望四下无人 用手飞快地在河边刨出小坑 随即将紧有的海骨埋起来 立下一个小小的坟婴 就在昨日 索拉雅深知无法逃过一劫 将紧有的首饰送给女儿 委托姑妈以后一定告诉女儿真相 这时小儿子走了进来 索拉雅告诉小儿子自己是清白的 却被大儿子一把推开 姑妈将他扶到床边 为他进行最后的梳洗 此时的屋外一片哗然 一群小孩正忙碌着捡石头 以备行刑 几个中年男子在挖土坑 神父也着急地修边服换新装 仿佛所有人都在为一场神圣活动而准备 盛装一番后 姑妈将他送出房门 在男人们的推壤下来到行刑地 他们手持石块摩拳擦掌 气势汹汹地向索拉雅靠近 随着村长的宣判 索拉雅被带到准备好的大坑袍 褪去黑纱 露出洁白的婚纱 随着威风飘液 投杀散落在地 男人们将他双手反绑 伴随旁边的击鼓声 陈飞的泥土不停洒向索拉雅 直至半截身躯被掩埋 行刑正式开始 首先是索拉雅的父亲 再到她的丈夫 随后是两个儿子 最后是无知的村民 所有人都恶狠狠地将手中狮子丢向索拉雅 脸上没有半点灵犀 有的只是欢呼雀跃 面对一群愚昧的行刑 索拉雅发出痛苦的嘶吼 并不是她多了怕死 而是在宣泄自己的无奈和绝望 姑妈苦苦哀求众人 却被带离人群 狠狠推倒在地 一番枪铃弹雨的轰炸下 索拉雅看到和两个女儿息息 洁白的婚纱 阳光映衬着她娇好的面 而现实是她早已血肉模糊 变成一团肉女 按照当地的风俗 被刑刑的女人不能入毒 只能丢弃给野狗砍尸 当所有人离去后 姑妈偷偷赶来 拾其仅存的几块骸骨 当索拉雅入土为安 处死索拉雅后 阿里也并非如愿 她告诉村长 婚礼已经取消 女孩的爸爸被处以死刑 竹篮打水一场空 此时村长才恍然大悟 可错误已经无法命 第二天村里路过一名记者 姑妈鼓足勇气 把实情告知对方 希望将真相公之于众 不料被神父拦了下来 销毁所有磁带 正离开时 姑妈拦住记者 将手里的备份递给她 目睹一切后神父乘胜追击 姑妈用身体挡在前面 顾记者安然离开 回国后记者将真相写成小说 一经发表 顿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伊朗的实行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虽然当局否认 但还有很多国家 继续私用实行 而受到处罚的只有女性